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尴尬的折磨 一幕幕摄着眼睛 我碰着你的脸说 一句句的我爱你 搭进你甜甜的笑容 一幕我还想把你见过 大声对你说 一遍遍幽默又不变成用 俯瞰着你我 一些些心跳出动 我坠落你的手中 一次次把你拔进怀里 不让时间留着 一次靠着我 一名厨师如果去伤害另外一名厨师的味觉 这种事等于是谋杀 够了 跟我没关系 你要是怀疑我 那就拿出证据来 证明是我干的 证明我用什么方法让他失去味觉的 提不出证据 就别再讲这种无稽之谈 爸 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 厨师的尊严 这是我亲手做的哦 哇 这你自己做的哦 真厉害 你怎么突然想要做便当给我吃啊 因为想说之前让我借助在你家 受你那么多照顾 还让你帮那么多忙 所以才想说自己做便当来好好打谢你啊 好啦 快点趁热吃啊 欸 你手有什么啊 我 没有啦 没事 不重要 你赶快尝尝看 看味道怎么样 好 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爆 好吃 真的吗 那好吃 是 看你这么喜欢 那我明天在这边拿一点点 好 那你多吃 你会不会 别的 你会把我发现 你会把你帮忙 你在这边拿着 你会把你帮忙 在那边拿着 你会把你帮忙 你还把你帮忙 你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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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佑 在弄什麼 是準備比賽的菜 我把它取名叫做苦中作樂 是有黃瓜還有苦瓜 下去拌飯 再把它填進小圈裡 媽 你來的正筒 你幫我試吃 來 妳好 來 夾夾 怎麼樣 味道還可以嗎 味道還不錯 可是好像哪裡怪怪的 怪怪的 那你跟我說我做調整 有苦有甘有酸有鹹 可是這幾個味道放在嘴巴裡 又好像融合不起來 融合不起來 融合不起來 我吃看看 以前我的味覺是非常敏銳的 是我最厲害的武器 現在竟然連自己做的東西 都沒有辦法精準的拿捏調味 我這樣怎麼贏得比賽 我這樣怎麼贏得比賽 挺有 妳的自信了 這樣子妳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難 妳都要贏得冠軍 把哈娜的股份拿回來 媽 拿回哈娜的股份真的那麼重要嗎 妳這樣說什麼意思 爸那麼厲害 是哈娜的料理長 他又自己開了一間龍吉巴 我只是希望可以跟他一樣厲害 這樣就夠了 挺有 那時候妳還還小 妳根本沒有辦法體會妳爸 對哈娜付出有多大的欣賞 失去哈娜對她傷害有多大 妳知道嗎 況且我們要的不是股份 是公道 傅長年有多瞧不起我們下家 她怎麼說妳爸怎麼說妳的 妳都忘了嗎 我們不能讓傅長年看不起 喂 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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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當來的 是在雨啊 嗯 她說有急事找我 要我跟她見面 現在妳兩個是對手 我覺得不太適合碰面 媽 我跟傅在雨是對手 更是夥伴 如果沒有她 我不可能進步這麼快 如果沒有她 這一次的比賽 我早就被淘汰了 也只有她 了解我失去味覺 值得我那樣的心情 好 妳可以跟她碰面 但是我要妳記住 妳是夏辰的女兒 傅在雨 清幽 什麼啊 我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對不起 你做了什麼 幹嘛跟妳抱歉 不是我 我是為了抱歉的抱歉 我們來比賽 不就是為了股份的事情嗎 等比完賽就有幾股了 不是為了股份的事 不然呢 不再寧寧 這裹也不是為了股份的事 是為了股份的事 我爸爸來的股份的事 不可以 不要怕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我爸会做这样的事 让我更不能接受的事 他怎样会伤害你 我都快要不了解我爸 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算他一直很严厉 就算他一直对我期望很高 但我真的不敢相信 他会连厨师最基本的道义都不顾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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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了 你爸一定是很爱你 所以才会这么做 他那么保护Hana 当然会害怕有人把Hana抢走 你没有要抢 Hana本来有一半的股份 就是属于你的 我这样比下去 你真的能和解吗 我真的已经不知道了 你不要沮丧吧 比赛都没有一个结果 而且接下来我们发生的事情 没有人会知道 可是我爸知道 让我觉得 我们上一代的恩怨 真的能化解吗 我觉得这件事 要做到比想象中还要难 现在 现在 因为只有Taka桑 就把这里干了 还是我们去找Taka桑 说不定他有办法 我打一开始知道你们两个参加比赛 我就抱持着反对的态度 你们两个想用参加比赛解决问题的做法 我看只有让两家更分裂 我看只有两个参加比赛解决问题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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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步飞飞 不去叫上一代的恩怨 我化解对我爸的功能 一定要化解 无论如何都要化解 一定要 真是坚决 你跟你爸一个样 你果然是下层的女儿 当年你爸 也想做跟你一样的事 我爸做了什么 说来话长 那年说到龙虾料理和香料油的由来 当年在哈纳 最受欢迎的菜 叫龙虾料理 常年总觉得这龙虾的虾头 不美观不方便 不登大雅之旁 所以只想留下虾身 虾身又觉得 这龙虾虾头里的虾膏 是一只虾的精髓 如果只留虾身 未免太浪费了 两人僵持不下 后来一个要虾头 一个只想要虾身 这两道料理逐渐发展成很复杂 但是各连千秋的主菜 那在哈纳可是卖得下下轿 不尽宣泽 结果两人起了比较之心 甚至感情也出了信心 甚至感情也出了信心 但是它苦心研发 可以融合两道龙虾料理味道的香料油 一来可以化解两人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 后来也想看看 是不是彼此的友谊可以回到当初 哎呀 可是那一天啊 长言矢口不认 全是任何也不可能把骨费给毁 下车一听气坏 当场的香料油就摔碎了 哎呀 到了这个地步 下车只有借酒交仇了 还约我出去喝了一整晚 第二天你妈妈来接她 她坚持自己的开车 就在回宿的路上出了车祸 哎 后来呀 我又带了一瓶香料油和虾头料理去给苍原 告诉她这香料油的由来和下车的心情 跟她苦苦婆心的礼传 希望她无论如何 品尝一下这香料油 毕竟这是下车给她的最后一封信 我把她品尝一下 如果贝贝贝 吃了香料油跟消糖油 应该就会等了吧 还行 看起来应该是什么 哎 是啊 长年对下车的心意无动于衷 甚至没有任何回应 还一直数落着下车的不是 甚至对我说 你要是不同意我的经营理念 那你也可以离开 我看她毫无沟通的诚意 一气之下 我也不敢 听完这个故事 我终于了解我爸的为人了 他当初为什么不这么做 收下别人的心意很难吗 如果不是我爸 悲剧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这不是你的错 你不要这么自责 当年你爸不愿意吃我爸做的菜 但你不一样 你是他的儿子 他一定愿意吃你做的菜 如果你爸把香料油跟沙头肉 摘在一起吃的话 我该去了解我爸的故事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试试看 用我们的方式 让你再尝到我爸当年 想要创作的料理 听完我爸的故事 你还愿意跟我一起努力 当然啊 为了你 为了我们 我什么都愿意 我什么都愿意 请我谢谢你 其实我爸在我心中 好像刚刚故事那样 还有很多很好的地方 或许透过这道料理 能够让我爸好好的想清楚 我相信他会的 但是我们现在只会做香料油 既不会做你爸的虾头料理 也不会做我爸的虾身料理 也不会做我爸的虾身料理 我可以教你们做虾头料理 可是那虾身料理 恐怕只有长年为了 也许 我可以学我爸的虾身料理 那我要跟他家长 学虾头料理 总决赛的主题 就是龙虾料理 这次的决赛 我们一定要战战兢兢 虽然对方的主厨夏清佑 失去了味觉 但我们还是要做到最好 怎么会这样子啊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才是尊敬对手 我不希望靠任何的侥幸来获胜 可是这道料理 不就是哈拿的龙虾餐 我们并不是要拿哈拿龙虾餐来比赛 而是要研发出不同的龙虾料理来迎接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我希望能够做出一道 能在比赛称霸 也能在哈拿热卖的餐点 好 我跟韦晨等下就一起找灵感 赛羽啊 我这倒是有一道料理 可以用来参赛 因为这次决赛的主题是龙虾 所以我才想到这道料理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是什么样的一道料理的 那是我年轻的时候研发的 是用虾身子作为主菜 那董事长 你愿意教我们这道菜吗 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 用这道菜 成为哈拿在BCSC 获胜的荣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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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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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虾头料理 但首先要将一整只的龙虾盐局 让盐味自然渗透进龙虾体内 让咸味均匀渗入 再将虾膏至盐局后的虾头取出 把虾膏当作沙拉使用 拌入飞鱼卵 鱿鱼切片和海藻以后放回虾壳 最后装饰一些香草叶 来 试吃看看 吃不出味道没关系 你可以用心体会啊 水 好 柔魚細膩的腳感 還有 肺魚卵在口中爆開的 包包聲響 加上 剛剛加入的一些醬汁 真的讓我可以想像 這道菜的味覺 不錯 你雖然失去了味覺 但是你懂得用舌頭的觸覺去感受 但是不能光憑想像 你得用眼睛 把剛剛的步驟牢牢的記下來 能做到嗎 應該可以吧 什麼叫應該可以 是一定要做到 行嗎 那就把我剛做的 重新再做一遍 你那鐵板功夫行不行 趁這個機會把鐵板功夫練練 把那眼好好的炒一炒 練紮實了 魔鬼訓練開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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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試試看看 嗯 嗯不错挺好的 但是你那个飞鱼卵和海藻 比例上可以少一点 至于咸度嘛 稍稍再淡一点 我现在连闲一点还是淡一点 根本都分不出来 没有味觉我根本没有办法比赛 我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味觉 现在比赛的才是什么味道 我都搞不清楚 吉柔 还没到最绝望的时刻 可是厨师没有了味觉 却好像画家没有手一样 还能怎么办啊 料理的最高境界 不一定只有味觉啊 我说的是也许你还不太相信啊 当年你爸爸跟我要过 无公粉 他说他想尝尝 没有味觉的世界 过了一段时间 无公粉的毒性淡去了 他又恢复了味觉 好家伙 他的厨艺反而更上一层楼呢 我爸吃过五公粉 所以没有了味觉不一定是判了死刑 要紧的是你要有一颗心 赛乌司马胭脂飞幅 你最依赖的武器被剥夺了 说不定反而激发出你做出更了不起的作品 别让你的天赋给局限住了 味觉是个工具 不能让它成为你的障碍 好 我知道了 我再去重做一盘 哎呀 亲友啊 难为你了 这是我第一次 感觉你像个父亲 却又让我发现你 这么不堪的秘密 不要再护士乱想了 不要再护士乱想了 不再遇 专注 专注 走 坐 怎麼樣 好好吃喔 很棒 妳味覺回來了對不對 還沒 妳還沒為什麼說很好吃 我以為妳回來了 就是因為味覺還沒有回來 所以覺得妳做的最好吃 不是啦 他剛剛想說 一個廚師最重要不是味覺 是心 用心去體會 餐體會到薯子的手藝 還有愛心嗎 以慧快快來吃早餐快 好 早 慢慢吃喔 我先出門囉 妳是在洗什麼啊 以慧 妳現在去孕婦耶 要吃早餐 早餐很重要 我不吃了 上班要遲到了 媽媽剛剛說的 對孕婦就要多吃一點東西 妳不為自己的孩子著想 為我們兩個的孫子著想 那孕婦那麼任性的 說不吃就不吃不行 補充一點營養 先拿下來 把她幫妳準備好的豆漿 好啊 怎麼喝一口 喝完 喝完啦 說滿了啦 有事後來再說了 這樣營養怎麼會夠嘛 她便當何必拿 柚子 妳會什麼時候開始帶便當 她最近都還做便當給鹿總吃 是我夾她的 我先送給她 欸 媽 嚇得了 以慧幫鹿總做便當耶 是啦 我看太陽要從西邊出來了啦 難怪我覺得以慧最近還滿開心的 老是往廚房裡面跑 不好耶 不好耶 這樣一個女孩子 幫一個男孩子做便當 這 鹿總這人應該 應該還不錯吧 我跟你講 看到以慧很高興 我當然也很開心 可是 她這樣子如果不小心 受到第二次傷害 這個 現在以慧坐之前她走了 好吧 那不行了 給她 好 好 好 欸 陸大哥 我們不是約十二點半嗎 現在才十二點耶 我剛好送給客戶下來 然後肚子有點餓 就想說早點等等看 沒想到 妳還真早就到了 因為我今天剛好有客戶 拜託我到住家 住家去的規劃 就在這附近而已 喔 便當 我應該都放在家了 我要去哪兒 不用麻煩啊 還麻煩你做便當 知道 我請你吃飯 算不好意思啊 每次都讓陸大哥你破費 小事情 知道 你吃飯 你吃飯 欸 麻煩你怎麼來了 那是誰忘了帶東西啦 你媽叫我拿過來的 她說女兒好不容易做了一個便當 要給她表現的機會 沒有啦 隨便做一下的啦 喔 隨便做的啊 可是又是說你是要做給陸總的 那你什麼時候想到要隨便做一個便當給陸總啊 沒有啦 那個陸總之前就很幫我的忙啊 對啊 那人本來就要互相幫忙 禮尚往來嘛 那 不過這便當現在也不需要啦 陸總剛剛已經請給我吃飯了 爸 這便當你就留著吧 真的啊 陸總不需要了 我可以有這個便當了喔 不是這個意思啦 可是我聽起來就是這個意思啊 我 爸 唉唷 你既然都來了 就陪我吃個便當嘛 你都沒吃過我做的菜 對不對 走啦 走啦 喔 要陪我女兒吃便當 那我就去一個羅曼蒂克的地方吧 我知道 怎麼樣 味道還可以嗎 不可以 我怎麼那麼難吃啊 哇 下一關 我跟你說 你是堂堂熱炒店的千金小姐 你做出這種東西來 這 這 很丟臉耶 我 等一下 柚子不是說她有教妳嗎 有啊 她有教啊 她教完我又試吃感覺還不錯啊 所以馬上就做了這一份 啊 我知道為什麼了 哈哈 那妳做這份的時候她有在旁邊嗎 那沒有啦 果然 她後來就走了 可是後來我做了這一份 你看看起來一樣 味道應該差不多啦 看起來可能一樣 但是味道差很多啦 又是怎麼可能叫妳做出這種東西來 我跟妳講妳需要再教妳 哪有那麼誇張 長成這樣 我來吃看看 沒有差很多喔 沒有差很多 我跟妳講 這個東西喔 沒有入味的 開嫩的地方也不嫩 這個飯都蒸太久了 我跟妳講 這種東西喔 如果拿給那個陸正雅去吃的話 如果她吃得下去的話 她 她就是男人中的男人 把豆腐加進去 全部嗎 對 全部 小心喔 小心喔 OK 好 幫她吸收肉汁 這麼晚了 妳們為什麼還沒睡覺 你的特訓卡 以彎做的那個便當那麼難 以彎做的那個便當喔 並不是那麼可口 那男人會被她嚇跑啊 拜託妳們兩個臭皮下人 搞出什麼花樣 我們今天早上不是才說過嗎 不要讓以彎二度傷害 你為什麼又要叫她做菜 我叫她做菜又怎麼 對喔 如果她菜做得很好吃 陸總喜歡她 那怎麼辦 對啊 以彎這孩子太單純 她太善良了 她才受傷 別人對她好 她就感動了 不過我覺得陸總 是真的對我們女兒好 好啦 女兒再談一次戀愛 有什麼關係呢 我反對 你想想 以彎她不是單身 她有孩子 所以很多現實面要考量 如果再碰到第二個杜淮安 那要怎麼辦 你站在男的立場 給她想一想 你能接受一個帶著孩子的女人嗎 夏德 我們做父母的 要好好的為她把關 好啦 你這樣講我同意 我們是應該替以彎 將來叫男朋友幫她把關 好啦 就我們以後會注意就好了 好不好 好 都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我也好了 我現在是魔鬼訓練完的夏柚子 我們開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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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著你 就像美味的想念 一再的呼吸 慢慢的向你靠近 一看我 大聲對你說 大聲對你說 一遍遍又不變成龍 風看著你我 一些些心跳出動 我墜落你的手中 一次次把你綁進懷裡 不讓時間流走 一遍遍又不讓我 大聲 小聲 請你試試看看 大聲 我們的料理可以嗎 好 真的很好 好極了 時光倒流了 我好像回到當初了 夏成和常年做的 蝦頭和蝦身的料理 就是這個味兒 說來慚愧啊 我當年不會做常年做的 蝦身的料理 所以我就沒有嘗到 夏成口中所說的 那道能讓三個人感情 複合的動人的料理 沒想到 我今天竟然如願以偿了 再淋上香料油 就大功告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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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さん 怎么了吗 到底怎么了 香料有个这两道料理 完全不大 Zither Harp 谁关掉了爱情的开关 故事剩下一个人对白 这心少了另一半一半的爱 还有什么好看 你带走了我的幸福感 笑容离我远远的试探 忍住眼泪却忍不住 我疯狂的想念 孤单的人总是不怕 一个人的孤单 却怕在人群中狂欢 结束后的不安 越来越是逃避 反而越是放不下这情感 你的习惯从今后让别的人去习惯 你的每个明天我想再也与我无关 不是我的我不阿赚 不应该勇敢不顾身去爱 一切来太快痛着心过来 手上才明白 幸福另一面就是 随时要准备离开 不应该勇敢记着想逃开 身旁沿着甩不开的悲哀 你不知道我还在等待 我还在等待 我爱你的天 如果是让你恢复的 我还在等待 你会在等待 我还在等待 你咬我